今日的eT股股推介是华潤啤酒291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 随着内地疫情防控总体向好 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消费市场活力逐步回升 内地消费市场有望迎来反弹 加上下季为啤酒销售旺季 预料支持啤酒销量向好 同时内地对高端啤酒需求持续增加 股份关注华潤啤酒 由于高档化趋势保持不变 产品价格上升也有助提高销售军价 华潤啤酒业务受到疫情影响轻微 李昂引述管理层早前 对于今年初业务表现的评论说 虽然疫情破坏生产和物流 但头四个月的销量只是下跌低单位数 而集团没有停止到高档化 头四个月次高档以上的产品销量 录得双位数增长 推动到整体军价录得高单位数上升 务利率也可以按年维持 管理层又预料5月份的销量有望二年增长 6至8月份是内地啤酒行业的销售旺季 瑞瑶引述管理层的指引 倘若交易渠道由6月开始基本重新开放 在有效营销的情况下 全年高档业务销售有望实现两成或以上的增长 华润啤酒昨天股价升3.9% 五形态上呈现三角形突破 策略上有货者继续可以持有 以3月份高位64.95元为目标 这个与主要大行级与它的目标价 平均大约64元就相近 未有货的话可以等候48元留下吸纳 跌穿44元就止涉 即是向下调整大约8% 好吗